你老实地告诉我 是不是要打开宝藏的大门 必须要用水火龙珠 才能将其打开 你以为你不说就没事了吗 红棍 在 立即到地牢 把六块钱都给我上楼 不留一个活口 是 只有找到水火龙珠 才能够打开宝藏之门 那既然已经有了答案 这六怪就没有必要留在世上了 那水火龙珠是在你两个儿子身上 既然如此 那就 就 你只有火龙珠是没有用的 这我明白 水龙珠也跑不了 用不着你担心 走开 是 水龙珠也跑给你 如果有水龙珠也跑开 我 sẽ依靠到水火座 我就不过 不鸣 但你用是很疯独的 给我打开 是 好 下去等我 是 各位前辈 温天来迟了 你不要管这里 快去救你爹 各位前辈小心 长公 没想到温天突然杀过来了 杀的奴才是措手不及啊 真是 怎么办呢 什么 饭桶 真是天助我也 没想到你自己松上门来了 好 我先取水龙珠再去获龙珠 大哥 你不是中了我点的血了吗 好啊 原来你一直在装病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会没事 嗯 你把我阉割之后 身体阴阳调和 我不怕火龙珠的热力 万新问天 你们兄弟俩赶快联手 用水火龙珠除掉楚天行 好 好 大哥 他已身受重伤别追了 让开 大哥 爹 你先回山寨我去找白姑娘 好 你小心一点 白姑娘 来 先离开这里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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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活着我会弥补的 弥补 你是要弥补我这张脸 弥补我被你玷污的身体 还是要弥补 这二十年来不堪回首的岁月 你过得残 我知道 可你看看我 我也遭到报应了 无论你付出多少代价 都难消我心中的恨意 我之所以救你回来 就是要慢慢折磨你 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 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是天下制毒女人心 三日之后 你的脸就会慢慢萎缩 手脚也会慢慢萎缩 变成一具枯骨 你就慢慢品尝这种滋味吧 哈哈哈哈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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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言 Felix 文密 oss 郭国將etera 羅伊成 菲封 伊成 童 芸 胡 来 来 干杯 干 干 干杯 好久 皇上既已找到 出天行也不久于人世 我们奇怪的任务也该告一段落了 师父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二十年前 我们奇怪就有一归影山林 要不是有任务在身 我们是根本不会过文事事的 我盖天机园就是为了这一刻 这天机园可是个好地方 有好酒 环境有清景 我抱你们大家都满意 各位师兄师妹 我还欠一位月时一份人情 等我还了这个情 处理完这件事 我也会去天机园的 六妹 七妹 你们先带着二帝 四帝过去吧 待我找到小婉和通不达 确定他们没事后 我马上就去与你们会合 爹 那您呢 好 等一阵子再说吧 您是不是要等到大哥改邪归症后才退演啊 来来来 既然大家今天晚上又要分别 我们就不醉不归 来 干了 来 干 来 干 来 干 好 盯天 雨童呢 我去看看 你慢慢喝 来来来 我们吃 我们吃啊 你还在想着你爹的事 很不应该是不是 不 他是你亲爹 虽然你不愿意承认他是你爹 但骨肉之情毕竟是事实 虽然他曾经是个十恶不赦的魔头 但是现在他可能已经在垂死边缘 没有任何的依靠 很多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同情他 还是应该为他感到悲哀 走 走 也许他还活着 也许你还可以见到他最后一面 可是 只要你原谅他 我想他走得会安心一点 巧合 结果 睡啊 睡呀 睡给我睡 给我 我渴 演员 婚 然后 这 ving null 给 给我水啊 水 水 给我水 我渴 我渴 给我水 水 我知道你很渴 所以我拿水给你喝 给我水 给我水 水 水 你真像一条狗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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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到玲珑哥去看看 水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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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了 好点了 万千 过去我离你们全家 你这儿都不恨我 过去的事 就让他过去吧 我拉上无辜 恶惯满营 有此下上 那是 那是天理朝政 问天啊 你 解释我的忏悔 我对不起你们全家 放心吧 我们之间的恩怨 都已了结了 不会再延续下去了 你别再自责了 我们之间 虽然童儿至今 都不认我这个父亲 我还是要以 童儿父亲的身份 把童儿的未来 托付给你 好好待他 我答应你 我会拥有圆圆 照顾白姑娘一辈子 你 真好的 腾儿 童儿 别死以后 你要将我的遗体 动回老家去 我要落叶归根 但愿来时重新做人 我要向此生坎坷 无形 充满了仇恨 爹 我答应你 有你这身爹 我就是死了 也心满意足了 我终于可以放心地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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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依 爹的身体一圈 我只待他火化之后 就把他送回老家去 我陪你一块去吧 你爹病弱 你也该陪在他身边才是 那好吧 路途遥远 你要小心 你也要保重 白姑娘 我等你 接着 若不是我们俩从小得分开 应该很谈得来才对 时事如此何必感叹 我从小在东厂长大 可是从没有在屋顶上喝过酒 没有这样看过东厂 原来东厂还有这样的面貌 在这个环境长大 被蒙蔽是很正常的事 你又想来说教啊 我是想来告诉你 楚天行已经死了 你的仇已经爆了 你应该离开东厂了 离不离开东厂 有我决定 不是有你 听你的口气 你好像不太愿意离开东厂 你太单纯了 我现在苦尽甘来 怎么会轻易离开 说来说去 你还是不想放弃荣华富贵 本该是我的 我为什么轻易放弃 难道你竟然梦想做皇帝 我当然想 要不是楚天行 我早就是皇帝了 这天下本该是我的 二十年前的静难之意 害死多少人 黎明百姓 受苦受难 难道你想让二十年前的悲剧 再重演吗 我们从小家破人亡 各自流散二十多年 你忍得下我忍不下 我一定要报仇 大哥 你再这么执迷不悟下去 会成为第二个楚公公的 执迷不悟的不是我 是你 如果你答应 能效忠我的话 帮我夺黑王位 你曾做过的事 我既不不救 我既不不救 如果我不愿意呢 那么今天晚上 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喝酒 습니다 哈哈哈 好 Ac剩这是最后的常吃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的参见厂工 洪贵 不要声张 要是传到皇上耳朵里 可不是好玩的 小的遵命 好了 给我传令下去 集合各地藩子交代下去 把我昨天跟你说的话 传播下去 小的遵命 你看 这件事是真的吗 是啊 我表兄在董场当差 当然是真的了 好 你们忙吧 我还有事 我走了 来来来来 我跟你不说 告诉你们一件事 就那个 还不是 这个多少钱 四分钱 四毛 听说楚公公被人杀了 好 杀得好 小姐 小姐 我们走吧 小姐 你别担心 是厂工出事 少爷不会有事的 不行 我还是要到董场去看看 请禀报少爷 水灵里有事求见 少爷有令 最近事务防满 谁都不见 官爷 你就通融一下吧 不行就是不行 好 你们走吧 幸亏被你发现 否则我这细数 东厂十大罪状的奏折 要落到东厂的手里 我这官冒可就难保了 这也许是天意吧 我今天来此是为了面谢 在我落难之时 你曾出手相助 也巧今天这事让我赶上了 那么就算 我还你一个人情吧 把这东厂手下先关起来 明天再审 压下去 是 这位兄弟 请坐 请 事情办完了 杨御师 不瞒你说 我是当年保护惠帝逃亡 出宫的七怪之一 武家皮 你是武家皮 正是 那你为什么要把你的 真实身份告诉我呢 杨御师敢冒生命之危 上餐东厂 我也为何不能表露身份呢 好 看来要对抗东厂 我又多了一个有力的砝码 真正有力的不是我 而是另有七人 你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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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又赢了 我知道你是故意让着我的 但是我也不会放过你 爹 您留一点 爹 好久啊 真是老酒鬼了 一点也不给我留啊 爹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老酒鬼 才有我这样的小酒鬼 幸好你现在陪着我呀 爹 咱们把过去难过的事都忘了吧 重新开始吧 好 好 快 这边这边快点 快点快点 来 翻过来翻过来 快点 快点 来 这边这边这边 快点 来 这边这边 来 还有这边快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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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紧张干嘛 这么紧张干嘛 刀倒挺漂亮的 还给你 我不是贼 我管你是不是贼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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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嘞 来 好嘞 我要你去哪里 用来 在下和田魂名钻天鹤 钻天鹤 钻天鹤 看你的刑事作风 你应该就是江湖上流传的大罪侠问天吧 问天你倒答对了 至于大罪侠嘛 不敢当 时局纷乱 你一个女儿家在外面讨生活 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吧 不瞒你说 我爹 原来是镇守边关的一名副将 他老人家奉行太祖定里的屯位制度 一边守城一边耕种 可是 探官无理非法占据我们的农田 朝廷又拖见军像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才带领手下逃出流亡在外 一路上 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我们从关外 一直逃到这边 因为我爹娘年纪都大了 受不了这个苦 所以 双双辞世了 我只好担起这带兵的责任 真是难为你了 不过还好 我们从小 都过惯了动刀动枪的日子 我跟士兵们生活在一起 也没有什么 只是现在 他们病的病 我只怕 他们撑不下去了 走 我们去看看去 也许我能帮得上忙 这是什么呀这是 兄弟们 这是 这米粮 是你辛苦得来的 不是我的功劳 好 快去 把米煮了 给大家吃 兄弟们 快快把米煮成粥 分给大家吃 好 快快快 来 他们怎么了 我们在流亡期间 他们喝了深河水 所以一些体弱的 就得了利己 利己 好 钻天鹤 你带几个士兵跟我来 进来 进来 好 好 我走 你带几个士兵 你不仅武功高强 而且医术也惊人 我真是佩服 这有什么好佩服的 这点雕虫小技 算不了什么 雕虫小祭却能救我这一帮兄弟 你的大恩大德 请受酸天鹤一拜 来 大嘴侠 我敬你 大恩不言谢 兄弟们 走了 大嘴侠 这是什么草药啊 我们从来都没见过 这叫水中刺 这是当年 我们在山寨里 用来是牛拉利己用的 这人能吃吗 大嘴侠说的准没错 牛不也是动物吗 快去快去 走吧走吧 兄弟们还等着你要喝呢 水姑娘 请 水姑娘 请 水灵灵 还不给少爷请安 参见少爷 听说你找我好几天了 水灵灵担心少爷的安危 所以才斗胆来东场求见 有事吗 灵儿有几句话想和少爷说 如果没什么紧要的事 你先回去吧 少爷 你放心 你跟我那么久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洪贵 在 找个最好的房间给他 是 请吧 七历少爷 于公公带了皇上的烤线 让你立刻进宫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平身 谢皇上 我听说杀你义父的那个大罪侠 是光明慧的护法呀 正是 他竟敢杀朝廷众臣 根本就没把朕放在眼里 你要限期把他拿下 遵旨 楚公公一死 这东场不能一日无主 万岁万岁 皇上 你想想看 在你的心目当中 有谁能够接任厂宫一任呢 皇上英明 想必心中一定有了人选 万心不才 不敢在皇上面前多说 哈哈哈哈 朕明白 哈哈哈哈 皇上问我心中有无人选 如果不是在试探我 就是在暗示我没有资格接任厂宫一职 洪前护 你认为如何 呃 好吧 叫你的画作 是 你想想看 在你的心目当中 有谁能够接任厂宫一任呢 啊 皇上英明 想必心中一定有了人选 万心不才 不敢在皇上面前多说 哈哈哈哈 朕明白 哈哈哈哈 来人 在 找阴阳双姐 是 参见少爷 阴阳双姐 新月教那边怎么样了 丙少爷 沈新月的独子被掳之后 他已同意为少爷效力 目前他正在全力游说各大门派 洪贵 在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已经买通了于公公 明天他就会带何时的姑娘进宫呢 于公公可靠吗 哎呀 他已经跟了皇上二十多年了 皇上的心思他是最明白不过了 少爷 这件事都在掌握之中啊 您哪 就不要操心了 要注意一下身体啊 嗯 小姐 自从你进了冬场之后 好像心情一天都没有好过 好不容易进入冬场 少爷整天不在 你说我能好过吗 真不知道少爷每天在想什么 小姐这么好 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小姐呢 谁说我不珍惜她了 少爷 楚公公已经死了 你的目的也达到了 整天闷闷不乐的 你到底还想要什么呀 她虽然死了 可常公的位子不一定是我的 我的心愿没有达成 我怎么会快乐 你整天都是野心勃勃的 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 你这样活着怎么能快乐呢 你以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自己吗 难道你不希望被人尊敬吗 有人服侍你 一辈子跟我想尽轻浮 我不想过什么好日子 我只想跟你厮守在一起 咱们俩领养一个孩子 把孩子养大了 平平静静地过日子 难道不行吗 不行 自从我残废之后 多少人等着看我的好戏 等着看我被打败 我狗活到现在 如果没有一番作为的话 那不是被人看扁了吗 如果你真心爱我的话 就该帮我 帮我达成我的愿望 好 你知道吗 不管别人怎么看 你永远在我心里 是最棒的 是最棒的